HELLO 大家好 我是XXY 今天的120秒評電要來評的是 阿娜 安娜 我想一直要嚷嚷退休的盧貝松 又要離真正退休的時間更遠 安娜再度展現了盧貝松描繪女性角色的強大功力 細膩的筆觸之中 也不忘加入娛樂感十足的動作元素 讓我感受到動靜分明的節奏感 它讓我想起了霹靂薩裡面的尼基塔 顛覆了過去好萊塢呈現英雄的心境 反而是強調殺手充滿人性和內心糾結的一面 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不同以往的法國電影 有趣的是呢 飾演霹靂薩女主角尼基塔的演員正巧 就是名為安娜的安娜巴利瑤 或許安娜正式說明了盧貝松最擅長 也最熱愛的電影風格 就是對女性的臨時 這次在安娜裡擔任女主角的莎夏露斯 能打能記的驚人表現 儼然成為盧貝松新一代的謬斯女神 她有著一種神秘感十足的氣場 一種讓人想要靠近 卻又不敢身陷其中的致命吸引力 安娜更是大玩了多條時間線 和來回時間敘事的手法 這種來回前後不斷重複劇情細節的做法 不僅讓人不會感到厭倦 反而在不斷來回的設計之中 看到了更多我們不曾想像過的細節 而安娜的故事建構在美蘇冷戰末期 雖然這是一個女間諜的成長故事 但是她同時也描述了她為何渴望自由 如何追求自由挑戰困難的過程 打破了過去我們對冷戰電影的那種 冷應嚴肅的既定印象 玩出了溫柔之中帶有優雅的氣氛 也玩出了女間諜這種雙面 捉摸不定、裡外不一的獨特風格 有趣的是呢故事中的配角 像是席尼莫菲、路克伊凡斯 或是海倫米蘭這幾個角色 都是讓安娜這部電影精彩 讓安娜這個角色立體鮮明的重要關鍵 故事越往下走 我們越能夠體會賤人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她其實並非是負面的怒罵 反而是一種最高境界的成就 人類何嘗不是自私自利的賤人呢 說不拍電影卻還是繼續拍啊 我想盧貝松用安娜這部作品 重回動作娛樂電影領域啊 渴望再創她自己導演生涯的另一個高峰 就算是打破她自己只拍10部電影的承諾 成為放羊的賤人啊 我想應該是一個甜美的成就吧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120秒評論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也別忘了按讚分享 不想錯過我任何的文字影評或是最新的電影資訊 或是閱讀有關這部片的完整影評文章內容 也別忘了按讚追蹤我的臉書粉絲團 以及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喔 我不是公讀生 我是你的好朋友XXY 感謝你 觀眾朋友